第四百二十八集 在舒家的第三天一早 杨如新和顾清航就起来了 简单地用过了早饭之后 就带着准备好的祭品出了门 他们要去正式祭拜一下舒曼芝了 顾清航拒绝了舒家人陪同的好意 表示要跟媳妇单独去见见娘亲 舒家也没拒绝 两个舅母就细心地 为他们准备了祭祀的东西 然后安排了马车和得力的下人陪着 满之山庄就在同城郊外 十几里地也就半个时辰的路程 出嫁的女人不能回娘家祖坟 而舒曼芝死后却留下了和离书的 所以自然不能留在顾家的祖坟里遭个影 当然当时的顾家也不愿意舒曼芝进顾家祖坟去占位置 毕竟那个时候 邹秋月可是顾圣的心尖尖 要是祖坟里顾夫人的位置被占了 那他将来百年之后葬在哪里呢 所以舒家要人的时候 他窜到着顾圣答应了 可是人回来了 葬在哪里呢 舒老爷子不忍心 看着自己闺女死后 孤零零地葬在外面 就单独为闺女修建了这个满之山庄 进了山庄大门 在行驶大概一刻钟 就到达了半山腰处的一座院落 这里是供主家过来祭祀的时候休息用的 里面的设施虽然简单 但是很齐全 此时因为顾清衡夫妇要过来留宿一晚 所以被褥等物件都已经换了新的 坟墓在山顶 只能步行上去 也就五六分钟的矫程 杨如新和顾清衡在院子里 物以更衣之后 这才往山上走 顾清衡一手拎着放着香烛的篮子 一手牵着杨如新往山上走 这座山上的绿化很好 空气特别清新 偶尔还会有小松鼠 或者一些小鸟之类的在树上出现 一点也不怕人 爬了几十级的台阶 穿过小小的松树林 就在山顶的位置 有一座飞檐斗拱的八角凉亭 在亭子里有一座白色的圆形坟墓 当他们走近的时候 那坟墓顶上竟然蹲着一只灰色的小松鼠 正抱着松果吃得欢乐 看你有人来了 嗖地窜到旁边的树上 却也不肯走 反而伸着小脑袋 好奇地打拦着下面 坟墓前的一块汉白玉的墓碑 墓碑上写着 爱女慢枝之木 墓碑前面是供台 上面放着香炉和供品 那供品是新鲜的点心 而凉亭的四周 则摆满了盛开的菊花 杨如新对菊花没什么研究 可是却也能认出来 这里面有不少的价值连城的名品 采金上前要帮着摆祭品 却被顾清衡拒绝了 他跟杨如新一起亲自摆放了贡品 点了香烛 这才在蒲团上跪了下来 娘 不孝子玉儿 来这媳妇儿 来看您了 顾清衡说着说着 已经不自觉地泪如雨下了 杨如新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哭 可此时却觉得 鼻子酸得厉害 想忍都忍不住 只能任由眼里的泪 滴落了下来 娘 我跟着相公 来看您了 后面的采琴和顾桥 早已哭成了泪忍 两久之后 哭够了 香烛也燃尽了 该说的话也说完了 顾清衡擦了把眼泪 自己起身 又将杨如新 搀扶起来 娘 以后我们会常常回来看您的 这才返回了主院 简单用了午饭 两人又休息了一下 杨如新就跟着顾清衡 在整个山庄里前逛 这里环境可真好 杨如新一边走 一边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嗯 这里是外公 特意为娘修建的 除了这山头上 原本的花草树木 还特意另外栽种了 很多的树木 甚至 还绣了下山的路 你没发现 马车跑起来 很顺畅吗 嗯 而且 我还发现 从进了山庄开始 两边不仅有树木 还有好多个花谱呢 嗯 我娘生前喜欢 各种的花花草草 在我记忆里 娘亲日都是 亲自施弄那些花草 她说花草 也是有生命的 咱们怎么对它们 它们就怎么回报咱们 我亲行说着 嘿嘿一笑 我那时候小 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我娘就说 你好好对待花草 它就开出 好看的花朵 供你欣赏 如果你不好好对待 那么它就让你看 枯枝烂叶 嗯 婆婆的话听起来 很有哲理 是啊 我娘懂的东西很多 她虽然是女子 却读了很多的书 大舅舅都说 如果我娘是男子 恐怕就是 壮严之才 她最开心的就是 绣着花香看书 或者是对着那些 开得灿烂的花弹琴 那个时候的她 脸上的笑容是舒心的 可惜 可惜有一天 那些花花草草 却全都死了 杨如新皱起了眉 因为周秋月 闻到花粉就打喷嚏 所以 顾盛就让人将所有的花草 都给扔了出去 我记得那一夜 我娘在窗前独坐了一夜 之后身体就慢慢地不好了 也再没笑过 杨如新使劲地握住了 顾清衡的手 清衡 现在 婆婆应该是开心和惬意的 现在的曼芝山庄 环境漂亮 关键是因为她喜欢花草 所以 这庄子的花圃 还养活了父亲很多村民 也成了书家的 一项副业呢 对啊 顾清衡的情绪 很快缓和了 我娘当初就曾经 抚摸着我的脸说 我的儿子 将来一定要找个 互相喜欢的女子做妻子 一定要对妻子好 一定不能辜负自己的妻子 否则 她会死不瞑目的 你一定能做到的 对吧 杨如新调皮地 戳着顾清衡的胸口 当然了 顾清衡点头 握住了杨如新的手 我这辈子 下辈子 都是你的人 就这样静静地 站了不知道多久 太阳都西沉了 顾清衡这才说 咱们回去吧 顾清衡 你会弹琴吗 你想听 是啊 顾清衡微微地笑了笑 拉着杨如新 回来主院 主院是两进的院落 一进是给这里看守的侍卫们 和几个负责洒扫的下人住的 二进就是主院 主屋三间 带着耳房和导座房 两边各有两间厢房 就在左侧的厢房里 摆了书架 书案 还有一个秦案 秦案上放着一架黑漆漆的古秦 虽然杨如新不懂秦 但是也能看出来 这秦应该是好秦 怎么好 他也说不出来 反正就是觉得很不一般 顾清衡松开了杨如新的手 过去坐在秦案后面 看了杨如新一眼 微微一笑 抬手拨动了秦弦 屋里的光线慢慢在变暗 顾清衡似乎也不用看秦弦 就那么叮叮咚咚的弹了起来 秦音犹如泉水一般 倾泻了出去 杨如新就在靠窗的美人榻上 坐了下来 微微闭上眼睛 享受着这美妙的时刻 他虽然并没有钻研过音律 但是在后现代的时候 他也是上过音乐课的 进过大剧院 看过歌舞剧 唱过KTV的人 自我感觉 欣赏水平还是很高的 词曲指音天上有 人间哪得 起回文 混了 欲曲终了 顾清衡过来 将人抱了起来 杨如新舒服地 窝在男人怀里 顾清衡 你说 你有什么不会的吗 只要星儿喜欢 我都会 就算不会 也要去学会 杨如新就笑着 闭上了眼睛 进入了梦乡 而此时 在某处野外的林子里 两个戴着面具的人 再次见面了 看来 少主看人的眼光 还真不怎么样 这么多年 竟然就扶持了 唐坤这么一个废物 戴着银色面具的左护法 冷笑一声 那么好的机会 都能被他给跑了 宋三也冷笑一声 太阳轿的水平 也不慌多让啊 圣女一个个 都死在他的手下 巴嘎 左护法身后的随从 怒喝了一声 翘拔剑上前 宋三身后的叶白 还没动身 蝶武就身形一晃 上前 小跟对方决斗 回来 两个面具人 同时喝了一声 蝶武虽然不甘愿 却还是收了武器 撤了回去 而那边的侍卫 也退了回去 够嘴 没意思吧 左护法开了口 咱们是要合作的 貌似是 左护法大人 先出口讥讽的吧 宋三笑了笑 好像也是你们率先过来 找我们合作的 既然没诚意 那也就没必要 合作下去了 刚才是我言语欠妥 左护法 也是个能屈能伸的 开口的语气 就软了许多 宋三摊了摊手 表示不再计较 姚如心太狡猾了 直接对付她 有些困难 但是 只要是个人 就一定会有软肋 左护法的声音 听起来 特别的阴森 比如 她的家人 你要动她的家人 宋三皱起了眉头 有何不可 左护法笑了两声 只要抓住了她的家人 到时候 还怕她不就范吗 是 成大使者不拒小结 左护法的语气坚定 咱们既然是合作关系 那么就要 一起出手才行 宋三彻底沉默了 她虽然跟杨如心 接触的不多 但是 毕竟在村里住过 跟杨家的人 也是接触过的 她知道 就算杨如心知道 自己是烈火轿的人 也只是 会将她当作坏人 但是如果真的 动了她的家人 她知道 那就会彻底 成为仇人 她打心底里 不愿意跟杨如心 变成仇人 怎么 少主害怕了 左护法的语气 带了讽刺 宋三抬眼 看向对方 一族人 果然都是心狠手辣的 哈哈哈哈 左护法却笑了起来 论起心狠手辣来 我们又怎么能跟烈火叫比呢 将活人掏肝挖心的事 都做得心安理得 现在却说我们心狠手辣 少主 不觉得这话 太可笑了吗 宋三冷笑一声 哼 你是在说你们 是慈善之家吗 左护法沉默了一下 呼出一口气 咱们没必要比这个吧 现在说的是合作的事 如果少主 没有这个魄力 那么本护法不介意 去找你们老教主 商谈一下合作的事 说着 转身就走 慢着 宋三的对方 走出几步之后 开了口 我同意跟你合作 只是 我有个条件 不准伤害他家人的性命 哈哈 怎么是为了他 只要他能乖乖救秦 我们又何必增加杀戮 只要他没了 他家里那些弟妹们 根本就是不足为惧 宋三呼出一口气 哈哈哈哈 没想到少主 还是这么一个 怜香昔日的主呢 哈哈哈哈 左护法大笑着走远了 宋三却转身 抬眼看着天上的月亮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第一次 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挣扎 蝶舞看着宋三的背影 心里也在难受纠结 但是更多的 却是窃喜 这个他从小就喜欢的男人 却在为了别的女人难受 而那个女人 竟然不知好歹 对少主不屑一顾 这样的状况 是他无法接受的 所以 杀了杨如新 其实也是他一直想做的 但是因为少主不同意 那么他只能忍着 而现在 少主终于决定下狠手了 这样 简直太好了 叶白看了眼身边的蝶舞 微微地叹了口气 身为下人奴仆 爱上了主子 那是注定 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罢了 都是自己的选择和造化 他也只能希望 蝶舞好运了 宋三站了没多久 就收回了目光 走 去同城 没多久 几匹快马就风驰电掣地 奔驰在关道上 路上 叶妹传来了消息 将这几日 同城和渔城发生的事 报告了一番 已经摘掉了面具 换作平常紧袍的宋三 唇角 微微地勾了起来 我看上的女人 就是这么的心狠手辣 牙姿必报 就是这样的 与众不同 或许 那个左护法的提议 也是好的 如果她的家人 落在了我的手里 我现在很想看个心儿 会如何选择 是选家人哪 还是选 顾清衡 而此时 杨如新并不知道 外面人的算计 跟顾清衡在 曼芝山庄留宿里 第二天端了早饭 去了舒曼芝的墓前 算是三个人 一起用了早饭 然后磕头 告别离开 走的时候 顾清衡带走了 那把舒曼芝生前 最喜爱的古琴 据说 这琴还是百年前的 著名至琴大师 钟书子 亲手所制 是仿照古时的绕梁 制作的 称为天音 这琴制好之后 钟书子就离世了 所以 也成为了一座 后来被书家先祖得道 就传了下来 因为书童芝和书经芝 都不好古琴 反而一个喜欢吹销 一个喜欢吹笛子 好在女儿喜欢 天音就传给了舒曼芝 现在 因为杨如新说 喜欢听琴音 顾清衡就接手了 这价值连城的古琴 书家竟然 一点意见没有 反而还很欣慰 现在已经是 十月下旬了 再耽搁 就赶不上 玉清歌的婚礼了 所以真的要辞行了 书家人自然很是不舍 可是也知道 对方迟早要走的 也就没继续挽留 只是要求第二天再走 晚上要设送行宴 就一个晚上 大家也就没再纠结 外公 我们等着你出事的那一天 晚饭的时候 杨如新将两颗特制的药丸 单独装了瓶子 系了绳子 让书醒挂在了脖子上 这个呢 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的 一定要随时待在身边 书家对他们大方 他自然也不会吝啬 他最不缺的就是 救命的药丸了 哈哈 好 放心吧 书醒高兴的贴身带着了 这些药丸 你们也每人随身带一颗 用不上最好 但是关键时候 都是能保命的 杨如新又给了大舅他们 每人翻里颗药丸 也不要张扬 否则 可能会引起那些 心怀叵测的人的寄规 这些药丸 都是盗虚子的宝贝 在外面那都是千金难求的 但是心儿给起来 却跟不要钱似的 书家人记得这个恩情 老太爷 大老爷 二老爷 二少奶奶 忽然发动了 就在此时 有个下人 急匆匆的跑过来报信 啊 要生了 枢牛市第一个站了起来 这不是还有十几天吗 这怎么忽然就发动了呀 然后急匆匆的往外走 吻婆呢 吻婆呢 女医呢 上个月的时候 家里就请了两个吻婆 在府里住着了 就担心田家荣会随时发动 另外还请了一个女医 在府里住着 书里是婆媳 也急忙跟过去帮忙 书哲愣了一下之后 直接就跑了出去 吻婆已经过去了 那下人一边带路 一边回答 也派人过去的女医了 爹 我也去看看 书精之也站了起来 这可是他的第一个孙子出生 书行也站起来身 一起去看看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 山里汉